你應該要再搭配這張旅人無限卡 兩張卡片合在一起 那麼你的刷卡回饋都可以拿到高額的領程回饋 Hi 我是寶可夢 人人都有的國泰世華Cube卡 2024年的第一季權益出爐了 2024年第一季 國泰世華其實針對這五大權益 做了很多的更動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往下看 我們上面都有這個表格 第一個就是玩數位的部分有哪些變更呢? 他砍了KKTV 然後Yahoo購物中心跟Amazon 全部都拿掉了 但是新增了伯克萊跟庫棚 那伯克萊的話 其實是從這個集精選那邊移動過來的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第二個是樂想購的部分 樂想購的部分他砍了蠻多的 他把Inline跟Easy Table都拿掉了 那甚至在藥裝的部分 像日藥本舖 Hommels還有孫本清也都拿掉了 第三個去旅行的部分 他有做的額外的加碼 比如說海外消費的部分 只要是海外實體通路 通通都是有3%的小數點回客無上限 這點還不錯 就不只限定於那四大國家而已了 所以這是我個人覺得很不錯的加碼 那甚至他把這個集精選的高鐵 把它移過來了 這個去旅行這邊 接下來他砍了哪些呢? 像大都會 然後還有中租租車EVICE 然後還有喜紅假期 通通都拿掉了 但是他也新增了一間旅行社 叫做三賀旅行社 所以大家在刷卡的時候 還是要看清楚再下手 第四個 集精選呢 它的更動是最大的 比如說 他把這個台灣高鐵移出來了 然後這個 柏克蘭拿掉了 那再來新增了什麼? 肯德基 必勝客 IKEA 接下來他砍了城市車旅 督督法跟Open錢包 全部都沒有了 所以我個人認為這個改動是蠻大的 第五個呢 是慶勝月的權益 在慶勝月呢 它的改動也是蠻大的 比如說百貨公司的通路呢 那把遠東搜狗拿掉了 太平洋百貨公司的廣山搜狗也都沒有了 它只剩下星光三月 精選指定餐廳的部分呢 它也全部都換成一波新的了 所以如果你是 2024年1到3月生日的人呢 請你要特別去注意 不要再去之前舊的餐廳吃飯了 要去這些新的指定餐廳吃飯 才有10%的小數點 回饋無上限 2024年的第一季呢 到底要怎麼用這張Cube卡? 我個人認為它最大的亮點呢 就是拿去海外刷 海外的實體通路 包含歐盟地區呢 全部都是有3%小數點 回饋無上限 所以這張卡片呢 可以算是2024年的第一季 海外出國神卡 非常非常的好用 因為3%的小數點 你可以拿來換長榮 換華航 比較不划算 但是也可以換亞洲萬里通 所以其實算是蠻不錯的 一個里程卡 現在有什麼辦卡禮呢? 非常的簡單 如果你是國泰世華的舊戶 請你直接線上申辦 就可以拿到這張卡片了 那如果你是新戶的部分呢 特別注意的 最高可以拿到500點的小數點 怎麼拿呢? 新戶上車解任務 就可以拿到300點小數點 跟團上車再拿200 所以最高呢 就是有500點的小數點 那麼本團呢 MGM互利共享呢 再加碼300點寶可夢麻吉積分 所以你最高呢 可以拿到800回饋 詳情呢 你可以看一下我們下面的資訊欄 我們都有完整的解說哦 結論 這張卡片好用嗎? 這張卡片 如果你把它當作是現金回饋卡來用 我覺得其實不是很好用 因為很多現金回饋卡的回饋呢 都是4% 5% 7% 10% 都比這個3%還要高 所以你就要用別的卡片 但是如果你要把它當成里程卡來用 那就很不錯了 它有幾個特色 第一個 免年費 第二個 3% 小數點回饋無上限 所以這兩個呢 就會非常非常的神奇 尤其是把它拿來兌換 這個亞洲萬里偷 或者是長榮 其實都非常的划算 甚至呢 你只要持有國泰蘇華世界卡 那麼這兩張卡片搭配起來呢 就是更厲害了 兌換比例呢 是更好的 這張卡片適合當你的里程主力卡嗎? 登登 不適合 其實我個人認為呢 你應該要再搭配這張旅人無限卡 兩張卡片合在一起 那麼你的刷卡回饋呢 都可以拿到高額的里程回饋 其實我個人認為是最划算的 國泰蘇華Cube卡的分析呢 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希望你會喜歡我今天做的影片 如果你覺得不錯的話呢 也可以分享給身邊的親友 按讚留言分享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囉 掰掰